白色轿车打了右转灯 就是一辆小黄也要转弯 两辆车差点撞上 车窗一摇下 问奖熟练背出法规 直指女驾驶违规 车祸发生在 2021年12月底 五姓女驾驶当时怀孕 开车在家人到台东玩 控诉自己遇到车祸蟑螂 还因为紧急刹车 肚子撞到方向盘 出现早产现象 一开始在痛 然后有吐的现象 也有在出血的现象 所以我被送到马街医院 已经并发了早产的现象 请我过去就是提供录影画面 因为说我是第18个受害者 前面有17个受害者 都是跟我一样碰到 类似像那种车祸蟑螂的 吴小姐拿出照片 想证明两辆车没碰撞 但计程车问奖 却告她强制罪 求偿一万多块的车损费 确定是有朋友 她是在内侧右转 那时候她是违规的 我还踢脚按喇叭 而且我还闪避了 然后她还是一直过来 就是很明显地误陷我 目前双方提告的刑事案件 检方征结后都不起诉处分 现在还有明示部分的官司 还在进行 到底是违规酿货 还是故意造成假车祸 纠纷谁对谁错 只能交由法官判定 好端端开在马路上 却有一名女子冲了出来 直接扑向引擎盖 根本没有擦撞到 祝宝姐却倒地翻滚好几圈 以为能成功碰瓷 却吃了闭门根 除了一般的路人之外 就连部分的计程车问长 也变成了车祸蟑螂 她们表面上是在这一刻做生意 不过实际上却是到处爬爬灶 制造假事故 常见的官用手法 包含着车祸当下说没事 等对方离开后再提告肇事逃逸 借此提出高额酬偿 或是出现赔偿金 甚至还会申请一天1500元的营业损失 把无辜民众和保险公司当作ATM 可能一次超过就大概是两三万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像保险公司 残险公司他们也不会去起疑 除非真的是一次车损到一两百万 才比较容易就是保险公司 残险公司他们会去查这样子 三年间总共有大概67名被害人 遭到诈骗 北市前往一名正姓小黄司机 专条名车变换车道时 故意加速执行擦撞 以为拿出行车记录器就万无一失 但是警方调查发现 他在三年之内发生47场车祸 等于平均23天就撞一次 而且每一次撞车都没刹车 被高等法院依十七件诈欺罪 判刑四年八个月 有期徒刑 请先就是拍个全景 然后还有拍碰撞点 然后还有事故发生的 就是前后左右都要拍到 翻新研判的时候 看那个照片 就是觉得看起来很歪斜的话 也是不好判断的 所以尽量就是跟那个 标线垂直的这样子拍会比较好 车祸发生第一时间 除了打110自保之外 该如何拍照搜证也有没尬 所以小细节才能避免被车祸 蟑螂坑杀